对 他两只手去操作的时候 他时间轨可以说 就让你更容易看每一个 每一个每一个 像前后的画面是什么 按这个认识 对 这边其实很 认识 又不见了 对对 他就可以去除背景 那你也可以变成就是 给他不同的背景 你要边 对 然后我可以配置你用颜色 我可以用颜色用什么 对对对 学员跟着课程老师步骤 在手机上学习剪接影音 将生活美好回忆集结成片 每位学员都露出上扬的嘴角 与身旁好友和家人分享作品 中价宽平和台北市中山社区大学合作 推出影像制作培训课程 帮助民众议员导演梦 今天谢谢公用频道 带了帅哥美女来帮我们上课 尤其是我们这个美女老师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受益良多 我们班上你看每个人都很高兴 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会更多的色彩跟丰富 像我们这种年纪了 也许不想再颓会了 所以学习一样不一样的东西 动了脑筋是很快乐的事情 就是那个影片上传 做影片 还有编辑 这些对我们都很受益 我们自己的家庭忌讳 或是理由 都可以做影片分享给大家 今天很高兴就是有这个机会 有老师来教我们这些影片上传 原本我对这个影片我就很有兴趣 加上今天老师又教我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 还能够学到这一些影片的 剪接的技巧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可以利用剪接来记录一些我家庭的小孙子的照片 一些影片 还有朋友之间去旅游间的互动的一些影片 我觉得很好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影像制作培训课拉近市民与影音创作的距离 且课程完全免费 吸引不少有兴趣的长辈跃跃欲试 甚至有高龄90岁的学员也参与其中 与家人一起报名 累积自身创作能量 因为我年纪有一些大老24年次了 我在家里现在有一点无聊 所以来这个参加这个手机88go 我是非常的开心 还有这个班长跟老师非常的好 很有爱心 所以我上这个课非常的快乐 谢谢大家 有那个拍照啦 还有这个很多的内容 是进步很多就是啦 是大家那个 我是家庭的 还有同学 所以我来这里都很喜欢很快乐 因为我比较喜欢旅游 所以我分享的是 我去国外旅游一些影片 照片把它组合成影片 谢谢 因为在影片上我先前是 有一些我大概都可以摸索到 但是今天经过老师我再详细的问他 可以告诉我一些转场啊 还有音乐啊 还有那一些要删除掉的怎么样的一些技巧 今天又多学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谢谢 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在这一块上面再继续学习我的兴趣 谢谢 课程作品还可以在公用频道播出 也就是有线电视第三频道 这是一个全民的频道 只要影片不涉及商业或有图力的内容 任何人都可以向有线电视系统申请突播 落实媒体禁用精神 公用频道赞 记者温宇峻台北报道